第113集 一把把飞剑在空中划过一道道轨迹 那痕迹仿佛停留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 十五把飞剑轰然聚集一点 在维利坦星星惊恐的目光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伤它硕大的瘦身 一声巨响混合着震天悲鸣 烟尘弥漫 一层层气浪带起的狂风大作 只把周围那支队伍的人员吹得七到八歪 惊叫连连 如今有神剑护体 傲风不畏惧这股风暴 欲剑飞过去 一看着皮粗肉厚的三星圣兽 亚然发现它的整个身体已经破烂不堪 四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 宛如被一片片炸药炸开了一般 伤势争宁 血流如注 防御在圣兽中较强的维利坦星星 痛极乌叶抽搐 竟伤于这一击之下 再也爬不起来了 强悍 无比强悍的力量 天涯欲剑灭 并非仅仅是操纵剑支的物理攻击 还有着能源的爆发 无怪天涯说 有天空幻剂的威力 傲风对这个绝招相当满意 他相信 若是自己操纵它的力量 换成天空幻尸的蓝色污吏 攻击还会再提升不少 一把神幻器 足以令它的本体实力 再次提升一个台阶 傲风估摸了一下 七星以下的圣兽 恐怕都不是自己对手了 就是七星以上的圣兽 单凭他自己也有一战之力 烟尘慢慢散去 傲风不再迟疑 一挥手 便将重伤的维力坦星星 扔到了无尽生命之界中 成年圣兽 资源不容浪费 没有什么幻师家族 会嫌圣兽多 飞剑发动隐形 收回身侧 傲风解决了维力坦星星 刚要离开 突然听见下面有人喊道 这位尊敬的阁下 非常感谢您的相救 请问您是秦傲风吗 阁下 傲风在空中稍稍一愣 马上反应过来 他这个样子悬浮在空中 飞剑又是隐形姿态 怎么看怎么像是天洁高手 自由浮空 再加上他刚刚的一手飞剑 射杀了圣兽 一不小心就成了冒牌剑圣 傲风俊挺的秀眉一挑 摇摇问道 你怎么认识我 本来他是看这些人 并非四大家族中人 应该不知道他 才出手相助的 这一下倒好 被人认了出来 万一走漏了消息 他还怎么在蓝巡和蓝城 背后敲门棍啊 你真的是清风啊 太好了 几个队员先后惊喜地笑起来 高声对傲风喊道 其中一人接着说道 阁下 雷玉峰阁下 已经吩咐我们自由者联盟 找您三天了 您赶紧和我们一起回去 见雷玉峰阁下吧 联盟的人都已经进入了 死亡山林 不在冒险者营地中了 我们预定今天就要出发的 傲风顿时明白了 算算时间 自己离开冒险者营地 已经整整三天 雷玉峰和秦奥海 怕要急坏了 散播消息 令人找他并不意外 不过 这个自由联盟 是怎么回事 从空中飞身下来 傲风落定到这些人面前 漆黑的眼睛扫射一圈 发现这支队伍 由二十到四十岁的 资深冒险者组成 一共七人 六名男性 一名女子 其中有两名 一见灵患尸 一位是四十岁左右的 中年大汉 一位就是那名 二十七八的成熟女子 其他则是二阶高薪职业者 能够在日不落深处生存的 大多都很有点本事 但这种小队 在日不落森林深处 行动行动是可以 到死亡山岭来 就显得单薄了 看起来很精明干练的美丽女子 目中崇敬炙热的光泽闪烁 善解人意地上前说道 阁下 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您失踪以后 四大家族的人第二天就到齐了 他们达成一帜 便进入了死亡山岭 可兰家的人 一点也不给我们这些文讯赶来的冒险者 合作机会 我们希望和他们一起探险 他们却把我们一脚踢了出来 话到这里 几名队员脸上 都出现了愤慨之色 虽然他们的力量 没有四大家族那么大 但又没有向他们索要任何报酬 只是想跟随行动 危难的时候 又不需要他们来保护 没有任何坏处的事情 却因为身份地位 稍叙于四大家族 就被排除在外 尾时太狗眼看人低了 赶来的人 大部分人的目标 都不在于龙蛋 而是趁着这一次 大队人马集体行动的机会 到死亡山岭里 猎杀几头胜兽 也算是发了一笔财 单人独行 机会渺茫 大队人马一起行动 就会安全得多 女子深吸一口气 耐住心中的愤慨 又到 雷玉峰阁下说 要等阁下您回去 便脱离了四大家族的队伍 在冒险者营地 号召我们这些 闻讯赶来的自由职业者 组成自由联盟 打算一起进入山脉探索 另外 队伍们发布了 寻找阁下的任务 不过 能不能找到阁下 都预定三天后出发 今天便是出发之日 奥峰点头恩了一声 前方四大家族的大队人马 已经先一步走了许久 再迟下去 只怕就赶不上他们了 雷玉峰就是想等他 身为自由联盟的号召者 也不好随意退出 这是一个冒险者之间的 道义问题 我知道了 前面带路 我们立刻去玉峰那边 好的阁下 这几个人应声道 都在用尊敬的目光 望着奥峰 谋中尚于惊以感叹 前几天营地里那次冲撞以后 蓝城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把秦家废物七少爷的名字 到处宣扬 闹得人尽皆知 在那片冒险者营地待过的 只要是个人 都知道了秦奥峰的大名 也正因为如此 如今的反差 才叫他们目瞪口呆 啼笑皆非 把一个剑圣高手 当成废物 蓝家那位 还真是个睁眼瞎呀 人家秦奥峰阁下 是懒得和你计较 你却在那边 洋洋得意 还真嘚瑟起来了 光看这一击 就击杀一头 三星胜兽的实力 秦奥峰阁下 都不知道 比你强了多少 等你知道 自己还不如你 口中的那个废物 都要看看 你会是个什么表情 女子暗暗道 本身就对四大家族的人 印象不好 这几个冒险者 自然是能唾弃 就狠狠地唾弃 一边走 一边把蓝城的所谓 说给奥峰厅 关键时刻 吐上几口唾沫 表达自己的愤慨 昭阳渐渐清晰 鸿芒万丈 遥遥处 已能看到 那个小山坡上 所聚集的一大批人马 奥峰等人一路行来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火速分开人群 钻到前面 一眼就望见 那个穿着黑衣浸装 如同被昭阳 镀了一层金边的 出色男人 本集结束了 我是奥峰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